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低是出现在昨天的7692 跌了163点 我昨天公开跟你讲我开始买股票了 那我这个朋友呢 这个同学呢他昨天听了我的话 去买这档股票 今天开盘赚了12万左右 我待会公开给你看 我昨天都在这个节目公开跟你讲说 诚值的邀请所有投资者加入行列 提前布局 只要昨天提前布局的人 大概今天开盘有的人赚了12万 那我为什么这么讲 这是昨天我说 这一波的高点785跌到7692 大盘三天高低点差了163点 我们开始买股票了 好 我们开始买股票了 各位今天你看得到台北股市都是涨 今天开始涨 当然这个地方我一直跟各位讲 它是一个整理格局 是个股的表现 但这个地方今天开始大涨 你昨天去买的人 今天一开盘 可以赚到十几万 但是我可以拿出证据来 各位我在这地方先跟你讲的是观念问题 比如说昨天为什么要买股票 这本叫做百年战法的教战守则 这是一本百年战法的教战守则 是我本人写的 这本书是我本人写的 一四三份全套教材 那么在这里面 我昨天跟各位提及到一个操作的观念 我在今天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我说什么 我说在百年战法当中 如果是多方的架构当中 你看到了一个符号叫做回档三五支 回档三五支 投资人应该进场购入 投资人应该进场购入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三天前在这地方 有没有 三天前 有没有在这地方 有没有开始做拉回 三天前做拉回 然后到了昨天呢 已经是一二三四 第四天了 有没有 回档三五支 投资人应该购入 三天前我直接跟你讲 这地方站在卖方 你不相信 然后指数回了163点 三天后我跟你讲 昨天开始跟你讲 我买股票 我说我这个人 这过去以来我们大概这个节目 我大概在这个节目当中主持 我已经今年是第16年 我说过百年战法 从过去以来坚持两件事 第一个我们绝对不说谎 第二个我们做事前分析 事后验证的动作 三天后我跟你讲 我看坏 不是看坏 是说这盘我看拉回 所有逢高获利调节 三天后我开始买股票分批布局 随着指数的高低 未来指数跌的越多 我买的越多 回挡的越大 我买的空间越大 这是昨天我们跟大家讲的 你看我说 目前经济处于谷底回升的阶段 目前经济处于谷底回升的阶段 因此不必担心股市熄火跟休息 那么这里的重点 应放在选豪股身上来操作 因此盘氏本周拉回之际 我们明确站在买方 操作的标的悬疑 第一个趋势向上多方的股票 第二个拥有利多题材基本面的股票 这里的操作动作伴随着指数 拉回空间大而放大 还选以豪股来做 各位我讲过了 你看我的节目我都讲清楚 各位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操作做多 在2013年的投资 我跟大家讲 一定要有一个字叫敢 勇敢的敢 要敢做股票 为什么敢做股票 我把过去五年来 过去五年来台北股市走势的统计图 给各位看 这是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台北股市在这个地方的走势 这是这五年来台北股市的一个走势 也就是说过去这五年来 各位可以看到 从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1月到12月份 其中涨幅第一名的是12月 12月涨幅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12月份碰到很多上市公司要做账 所以它的涨幅最大 为什么要做账 因为很多上市公司跟银行去抵押借款 那它是以该年度的平均值的股价 那么最后的收盘呢 平均值的股价 然后呢做一个借贷的动作 比如说台塑 假设今年平均值收盘 73块收盘 那就打7折 7749 一张股票就贷49000块 可以给大股东贷款70% 所以每一年涨幅最大的 几乎都是在12月 过去五年来 平均都是在12月 这个涨幅高达4.42% 那么第二名是在哪里 是在2月 为什么在2月 第二名是在3月 为什么在3月 因为中国人农历过年 绝大部分是在1月底2月中 1月底2月中 那是红包回流 或是有一些新春开盘 大家资金都回来了 然后有的人开始买股票了 资金行情 元月效应 因为我们元月 跟别人过年不一样 我们是过农历年 人家是过国历年 所以2月的 2月的这个涨幅 过去这五年来 平均涨幅最大 那么其次是3 抱歉是3月涨幅最大 其次是2月 再来4月 所以12月是涨幅最大的 那么1月是下跌的 然后2月 2月3月4月 都是一个涨幅最大的月份 那为什么1月下跌 因为1月碰到电子业的盘点 它的盘点清库存 所以电子业再加上淡季 1月是属于电子淡季 季节性淡季 因为12月Christmas Day 出货都出光了嘛 然后1月是又放暑假 淡季 然后这个今天几年又休假 然后1月份通常股价 电子业是比较 没有什么股价表现 那所以说它集中在传产 所以电子业没表现 所以1月是通常 过去5年来平均下跌3.51% 但是到了2月都涨 那现在已经开始进入1月中旬了 你要开始做买进的观念 你就要对未来的盘式 有所掌握 好各位最近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讲 我要复制成功的模式 什么叫做复制成功模式 就是第三阶段 我告诉各位的是 你要提前布局的观念 什么叫做提前布局的观念 就是找寻低价位低位阶低基期 刚刚起涨的股票 那我也跟各位说过了 从昨天开始 我就开始买一些 在这地方我选择的标的 有没有 选择的标的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目前经济处于股底回升的阶段 我们选择标的 第一个趋势向上多方股票 第二个拥有利多题材 基本面的股票 在这地方 我也没有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你要怎么做 要提前布局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要做提前布局的动作 好 各位为什么要提前布局 我每一天 每一个礼拜每一天 有六个时段的节目 哪六个时段 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非凡新闻台 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的10点20到10点40 现场的连线 电话现场的连线 第二个是12点到12点半 现场的节目 就是各位现在看到这个节目 第三个是恒生财经台 周一到周日 晚上11点半到12点 这第三个节目 第四个是 每一个礼拜一的晚上 10点到12点 在前线百分百 非凡前线百分百 我是当来宾 那第四个是周四 早上就是明天 明天早上 8点30分到8点40分 在58台的 非凡早上 我叫Monico 现场我是做现场的一个来宾 周五下午1点30分到1点55 是非凡58台的一个非凡频道的连线 那一个礼拜各位看到每天有四个频道是在非凡 一个是在所谓财讯 一个是在恒生 各位单单是我跟你讲提前布局的股票 像今天早上我把昨天布局的股票 稍微跟各位在今天早上非凡的节目陈述一下 这股票晃的就上去了 各位我讲过我介绍任何东西 我都会拿出证据来 但是最重要是什么 一定要介绍好的股票 但是我们说过了 你一定要提前布局的观念 记得前两天我跟你讲我买什么股票 我开始昨天开始买股票 买什么样的股票 我待会给你公开验证 我今天公开给你看 让你知道说有提前买跟没有提前买有什么差别 而这些股票夹在什么基本面 我举个例 当时2547的日盛生 我跟各位讲说 他最重要两个观念 一个是美和氏明年入账 16栋1680户 总销售金额280亿 毛利36到45% 获利106亿 1月15号开始交屋 EBS贡献10到13块 跟北投加贺乌进入旺季 转投资北投加贺乌 开始进入旺季 我说光这两个因素 当时19块9的 所谓的一个日盛生 我就是买在这 各位 前一天涨到27.85 我当时买在这 我昨天又挑了一档股票 在这个地方公开跟你讲 臣子邀请所有投资者 打电话到我们公司提前布局 昨天打电话进来 全部都让你提前布局 大家我们来看看这档股票 今天走势 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然后呢我说我要复制 这样的成功模式 臣子邀请各位 第二档聚合 当时19块4的时候 当时在这个地方 聚合我在讲的时候 当时是14块 我跟你讲说 业外收益高达17块 高达17块 当时只有14块 股价在第一档 不管是三重底 弧形底 当时在这 买进之后 你可以看到 礼拜一涨停板 有没有 礼拜一涨停板 礼拜二涨停板 礼拜三涨停板 礼拜四涨停板 然后呢礼拜五 大盘跌75点 他平盘做收 礼拜六加开 二售是补价 然后他又出现涨停板 直接从14块有没有 直接从14块涨到19块 各位 我说我要复制这样的成功模式 然后呢 我昨天跟你讲 提前布局卡位 各位 大家我们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提起 有人提前布局卡位 像我同学 在这两天 跟着我提前布局卡位 他今天一开盘 就赚12万左右 那他好像撑不住了 好像很紧张 我说你干嘛紧张 这支股票可以让你赚 20万30万40万50万 都有可能 但是你要先去了解 它的基本面 到底它的基本面 有什么办法 能让它股价上涨 最近我跟各位介绍的股票 都是这种 当时十几块的日升升 涨到27.85 因为业外收益10到13块 然后呢 当时的聚合 有没有在这个地方 所谓的一个权利金 授权金超过1亿美元 EPS贡献高达17块 股价从14块 直接标6支涨停板到19块 当我昨天跟各位讲说 在这边有一些底部的股票 提前进场 陈子邀请进来 如果你提前进场布局 为什么今天开盘能赚十几万 为什么 这是什么样的股票 下个阶段回到现场的时候 公开验证给你看 在台北市中心终于找到了 三面环山万请深呼吸 郭绪元大师 破话景观庄园 在内科园区旁 这样生活就对了 大型工程 世界级营造 公园镜像 状元人生 永大值8502 37777 一家值得您拖顾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351-3999 2351-3999 一家值得您拖顾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02-2351-3999 2351-3999 顾排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导快 使命性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顾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 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 这里有最疼我的亲人 出发 返乡创业 今年创业启动金带给您第一桶金 0800-06-1689 幸福会关心您 欢迎再度回到板前战法的现场 来三天前公开的跟大家讲说这个地方 大盘中线中多格局不变短线会拉回 三天前在7855告诉各位站在卖方 获利条件站卖方 保持灵活激动的观念 三天后指数跌了163点 从7855跌到7692 跌了163点 我们告诉各位开始布局买股票 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我跟你讲过今年2013年 2月3月4月过去五年以来 是涨幅最大的月份之一 第一名是12月 第一名12月 接下来二三四月 现在已经1月中旬了 各位应该为未来去铺路 那我也讲过了这个地方 开始带领了各位 第三阶段提前布局的观念 各位这两天 我们会再锁定一档股票 那如果你想提前布局的人 待会请听我说 我跟你讲 这是底部其档股票 日盛生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种模式 复制这种模式 当时在19.9.9布局买进 直接喷到27.85 然后聚合14块这附近布局买进 直接喷到19.4 好这两天我跟各位讲两档股票 我说这都是我带各位做的股票 第一档 世纪概念股当中 我讲的是哪一档 我讲的是波洛威 有没有记得波洛威 我跟你讲说 在今年世纪概念股当中 有人预估未来的四年 世纪的智慧手机高达10亿支 我个人抓今年是2.75亿支 有人预估四年是10亿支的智慧手机 各位波洛威 我带你买进32块 昨天涨停板 今天创新高 昨天涨停板 今天创新高 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昨天在这个节目当中 公开的告诉你这档股票 有没有 我说提前跟我布局这档股票 记不记得 我还乘着邀请各位 我说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听清楚 我们今天电话全面开放 想要提前布局人 待会节目中广告知情专件 直接打电话跟我现在联络 花两块钱提前布局 这档股票 我没有跟你讲说 它转投资根基环球购物中心 计划将环球IPO上市 它持有的信誉区计划区的土地 G4 G7 G8 然后土地呢 现增已经近百亿了 然后机场捷育长根医院A8 领口A9 桃园体育馆A19 土地开发案 三重捷运共购 新庄信义区等建案 销售金额达到872亿 2013年 进入高毛利的一个建筑完工的工程 捷运共购案 有三重地区有 台北桥地区 美丽台北 菜寮站的捷市 跟这个先强攻占的一个美丽心境 各位 我只讲一个重点 我过去在讲 2547这个所谓的这个 日刃生的时候 实体块的时候 我跟你讲它最大利多 在明年喔 有一个EPS 10到13块的贡献 我当时在非凡的 58台的现场讲的 那一天我记得是12月10号 那么在前线百分百 那附近讲的 实体块钱后来涨到27.85 我昨天开始讲这档股票喔 我说它股价刚刚起涨喔 刚刚起涨 我说其中这里面有一个 最不为人知的 各位 这些等到将来 它可能从20块 涨到30块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说有人跟你讲 它的这个 持有84%的一个股份 它光是七个占里面 其中一个综合管 它如果去做处分的话 200亿高达获利4.2个股本 4.2喔 获利就高了 4.2个股本喔 各位 这是继日升升之后 最强的一支股票 我从底部开始 一直会带你买 我从昨天到今天 总共买了三次 但我只能给你看 昨天买的两次 今天在最低点买的 心灵会员最低点买 我就不能公开了 各位 4.2个股本 这些都是你将来 才会看到的 这档股票叫什么 来我今天公开给你看 2520的贯德 我先给你看 昨天这张图表 昨天这张图表 来我翻给你看 来 2520 有没有看到 2520 名字是什么 来 贯德 有没有看到 贯德 2520的贯德 这是昨天238买的 昨天238买的 然后这是昨天加码的 23.75 昨天收就收在23.75 各位 今天2520的贯德 多少钱 来看一下 今天的贯德 已经跑到24.9 25块了 昨天买的人 今天一张赚 1100块 一张赚接近1200 我一个同学昨天花了 买了100张 其实100张没有多少钱 才200多万 今天开盘就赚十几万 各位我讲过 我说任何事情 我都拿出证据来 这是昨天我跟你讲的 陈子邀请所有投资 底部进场 我说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 在这两天也一样的跟你讲 这种股票要先买的 波洛威 有没有 有没有 一样的模式是一个弧行底突破 有没有 弧行底突破大涨 昨天波洛威涨停 今天又大涨 有没有 同样的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这股票刚刚突破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这种股票 我每次这种股票 都从20块有时候做到30块 然后呢它慢慢涨 我就慢慢慢慢一直操作 一直操作 分两笔 有的是长线 有的是短线 昨天有没有公开跟你讲 陈子邀请所有投资 加入我们行列 昨天有买的人 昨天收盘在哪里 我们请导播看一下 昨天他的收盘在哪里 昨天收盘收在这 23.75 所以昨天你买100张的人 今天变多少 今天到目前为止 已经变25块了 已经变25块了 也就是说 一张赚1250 是不是十二万五千 你扣掉手续费 大概十二万 大概一百张 大概一百张就赚十二万 我讲过很清楚 我说过任何的事情 我一定拿出证据来 我说这是复制 所谓日升升跟聚合的模式 2520的贯德 有没有看到 很恐怖喔 今年呢 我们不要谈说 他在2013年 进入高毛利 40到47%的建案完工路障 包含了美丽台北 捷市美丽新进 将来我有机会再把这房子的 一个营收EPS 再算给你看喔 我先不要算那一部分喔 我只要算 今年转投资根基 环球购物中心 其中在综合管的一个 处分利益 就高达4.2个股本 各位这个现在 没有任何人跟你讲 当我昨天买的时候 我今天早上在前线百分百 早上连线的时候 我就特别提到这个重点 股价呢 今天一飞冲天 然后呢 从昨天24.75 今天涨到25块了 各位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这股票是 会慢慢 怎么讲 就是说是大涨小回 涨多回少 是趋势往上的股票 但是这两天的布局 你是提前在底部进场 这个地方的布局 你是在提前底部进场 这个案例在前两天 波罗威有利可循 我说过在这个地方 只要各位想买这种底部的股票 你都可以来找我 甚至今天 当然今天我们不能讲了 今天我们买进的价位 就不能讲 但是也是最低 我们今天带领的心理会 只要任何人来找我 这种底部其他股票 我一定让你握 从上个礼拜 台北股市 礼拜三 礼拜四的高点出现 我一直跟各位讲 你来找我 我把你手中的档数降低 指数回了163年 昨天我没有公开跟你讲 直接买中底部的股票 今天一开盘有人就赚了12万 但是我说过了 我们不预设任何立场 这个操作一定要认真规矩的去做 不是告诉大家说 哇做股票这么容易赚钱 不是的 不是这么回事 很多人在这个股票市场 赚了钱就跟你讲 哇做股票很容易赚钱 老子从来不来这套 我跟你讲 做股票很辛苦 各位这一阵子 我一直跟你讲 你想要赚大钱 你一定要认真 你一定要努力 来 这是昨天买进的证据 10点28分 所买进的证据 时间分钟秒数日期 买进的证据 甚至加码单 23.75的加码单 然后呢 今天的 我就没有办法跟你看了 今天没办法跟你看 然后各位看一看 一旦处分 赚进4.2个股本 各位这都不会现在的人跟你讲 但是将来有一天 他如果从20多块 一直涨到30多块的时候 或许你就会听到说 有人跟你这样讲说 这些的股票即将大涨喷出 然后呢 他的利多是什么 各位你回顾这一段以来 我跟你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没有预设过任何立场 那我要再提醒你 我们这两天 会再度选择一档股票 提前布局卡位 就像3000年7855 我跟大家讲说 这个地方出现夜薪 盘势会拉回 这个地方怎么样 我们要陆续调节 卖出股票 我们在陆续调节 卖出股票 当时在7855 高档新型实质出现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跟各位讲 我们要调节股票 昨天台北股市跌到7692 跌了163点 我有没有公开告诉你 我开始布局买股票 我说这个地方买什么股票 趋势向上多方股票 拥有利多题材的股票 有没有 在这边我有没有跟各位讲 然后接下来 我有没有跟你讲 第三阶段我要做提前布局的动作 我要做提前布局的动作 我说带各位买的股票 全部都是事前分析事后验证 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在各大媒体的频道 我们都会做股票的一个介绍说明 然后呢 非凡新闻台 周一到周五 10点20到10点40 现场连线 财讯 12点到12点30 恒生的财经 晚上的 礼拜一都是礼拜一到礼拜日 1点30到2点 1点30 11点30到12点 周一晚上 前线百分百 然后呢 周四早上的 58非凡moneycode 都是现场 然后周五呢 下午1点30到1点55连线 然后这个地方告诉各位 都是提前买进股票 就像我昨天跟你讲的 我都是提前买这些股票 日盛升 当时十几块跟你讲 涨到2527 各位你看到了 全市场都跟你讲了 当时谁最先跟你讲的 聚合 14块跟各位讲 涨到19.4 全市场都跟你讲了 四季的概念股 昨天全面偷红 是不是跟你讲 Proway前两天32块 我们前一波32块 带大家买进 昨天涨停板 今天再创新高 昨天有没有公开 跟各位讲 提前喔 提前布局这档股票 有没有公开跟你讲 各位 昨天收盘23.75 23.8 23.75 今天直接看到25块 各位这两天 我们会再提前布局 一档股票 同样的我说过了 这档股票未来 为什么会连续性大涨 2520的贯德 为什么会连续性大涨 单单是处分中和环球的 一个转投资 中和管 就高达4.2亿 4.2个股本 各位这相当可怕 但这些资讯现在都不知道 那这两天 我们会再提前布局 一档股票 如果有兴趣 认同我们观念的人 来复制聚合日盛生 五支掌停板的模式 那么老板年终奖金不够多 顾老师帮你来赚 四星彩 三十个名额 同时今天 今天加入我们行列人 将要怎么样 赠送你百年战法的一个 全套教材 各位听清楚 这两天提前布局 有兴趣的人 想要布局人 节目中广告自行专线 今天全面开放 提前布局 有兴趣的人 赶快跟我现在组织的联络 祝福你操作顺利 明天同时间再会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账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学生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的早餐不要忘记哦 现在有了今天的补助 每个月都有三千个妈咪 像她一样战别职场 体验全职妈妈的喜悦 在老委会的就业安全保障之下 有九成母亲重新返回职场 喂 小七姐 欢迎下星期回来上班哦 换你了 新资补贴好制度 工作家庭都坚固 跟妈咪说拜拜 拜拜 一家值得您拖顾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 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351-3999 2351-3999 一家值得您拖顾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 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351-3999 2351-3999 一家值得您拖顾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 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351-3999 2351-3999 安家早珍珍珍 班国早珍珍 童瘦 5期 没烦恼 0800-009933 吃大大蟹就吃 台湾鲸多蟹 正宗台湾味 肥蟹飘香香自蟹膏 预购专线03-381-8677 累死了 想不到要去排隊拜美簽 有夠浪費時間的 喂 喂 你要趕快找時間 去拍美簽大頭照哦 好啦 還要去面試耶 王岐線上網預約了 你們資訊很差耶 來 你們看 游去美國觀光和商務考察 有錢賺了啦 是哦 這本護照有